那现在两个不是0的向量 那他们内积如果是0的话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向量垂直 那么两个向量垂直 同学要注意到 这个是双向的 两个向量如果垂直 你也必然可以推得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是0 这两个向量内积是0 那这个我们把它证明一下 首先呢就是呢 如果说呢 U跟V它是垂直的 那么我们必然可以知道呢 它的这个U跟V的夹角 C打呢 是等于90度 夹角C打呢 它就是90度 那么如果它的夹角是90度的话呢 那底下这件事情呢 也必然会发生 就是U跟V的内积 你按照基本定义 它就是U的长度 V的长度 然后再乘上多少呢 C打是90度 那因为U不是0 U不是0向量 V也不是0向量 所以他们的长度都不是0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Cos90度是0 那所以它的内积呢 就是0 内积就是0 那反过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 如果说 这两个向量是 做出来是0的话 内积是0 那因为U它不是0向量 V它不是0向量 它这三个乘起来要0的话 那表示说呢 这边这个C打角呢 它必然要得到这个90度 它必然要得到这个90度 所以这个逻辑上面是这样子来想的 就是U跟V它的内积呢 就是这三个相乘 那这三个相乘要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个C打呢 就必然是90度 那如果C打是90度的话 我们又可以反推回去 就是U跟V是垂直的 U跟V是垂直的 那这个是这个定理的第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定理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呢 如果说呢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U跟V的内积呢 它如果就等于U的长度 然后V的长度的话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推得呢 它跟U跟V就平行 U跟V就平行 而且呢 它们方向相同 方向会相同 方向会相同 好 同学这里 因为U跟V的内积 它就是 我们说因为 U跟V的内积呢 它就是U的长度 乘上V的长度 乘上Cosin C 那你根据上面这个式子 我们下去比较一下 我们就知道呢 它这个Cosin C 一定要等于1 这Cosin C 一定要等于1 这样才会符合上面这个式子 它跟我们说 U跟V的内积呢 就是U的长度 V的长度 所以Cosin C 就是1 那Cosin C 什么时候是1呢 当C是等于0度的时候 那Cosin C 如果是0度的话呢 我们就必然得到呢 它的这个U跟V是平行的 两个向量要平行 它的夹角才是0度 而且呢 它们的方向一定是一样的 如果方向相反的话呢 它就变成180度了 Cosin C 就变成180度了 同学这个同方向 这样子一个U 它一个V同方向 它们的夹角是0 同方向夹角是0 好 那我们反过来看这件事情 U跟V如果平行 方向相同 我写错了 这个如果U跟V 平行而且方向一样的话呢 那么 我们必然推到呢 它们的夹角C是0 那这个C如果是0的话呢 你又可以推得呢 Cosin 0是1 Cosin 0是1 那Cosin 0如果是1的话呢 那这个 上面这个式子呢 就成立了 就是U的长度 V的长度 乘上Cosin C 因为这边是1 所以它就等于 U的长度 乘上V的长度 就等于U的长度 乘上V的长度 好 这个大家